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立法院昨天通过决议 要求公事从明年度开始 年度计划和预算 必须复具新闻 以及一般节目的企划 制播费用等相关系目 同时要报请新闻局何可同意 才能动之 公事基金会认为这项决议 违反了公事法保障的 经营独立自主 新闻局则承诺 会遵守党政军退出媒体的共事 未来不会对公事的任何节目内容 做事前或者事后的审查 目前公事的主要营运经费 是来自政府每年捐赠9亿元 不过立法院教育委员会 9号通过国民党立委 林一世的提案 决议中要求公事从明年度开始 年度计划和收支预算 必须复具新闻与一般节目的 企划制播费用等相关系目 而且要报请主管机关 新闻局何可同意才能够动之 由于现行公事法规定 送交新闻局的年度计划 和预算并不需要新闻局 事先合可节目内容 公事基金会认为 立法院这项决议 已经违反公事法保障的 经营独立自主 和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精神 今天公事在四大报 刊登半版声明 表达反对不当干预的立场 他应该是属于全国人民的电视台 而且其媒体的经营的独立自主性 是不容干预的 如果要他同意才能制播 那他一不同意 那这个节目还做得下去吗 公事记者今天分别透过电话 与当面约访提案的立委林一世 不过都被林一世婉拒 而同属教育委员会的国民党立委 林德福 杨琼英则表示 立法院掌管公事预算 就节目内容进行监督并无不妥 今天难道民意机关只给预算 而不能让他的主管机关 来做适度的监督吗 难道只给钱 其他都不能过问吗 到底是有哪一些 政治力介入的事实 我们也要请公事具体提出 另一个争议是 公事今年97年度下半年的 4.5亿预算 已经遭到立法院冻结长达12个月 立法院也没有说明冻结的理由 公事经营阶层今天证实 在拜会立法院争取预算解冻的过程中 的确有立委对公事的新闻 和谈话性节目内容表达不满 最主要的不满 当然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的谈话性节目 要去批评政府的一些政策 一些施政 那甚至认为我们的节目 在邀请来宾议题上的设定 是不是有政治倾向 新闻局长石雅萍今天承诺 将继续和立委沟通 促成公事预算在年底前顺利解冻 新闻局也强调 未来不会对公事的任何节目内容 做事前或事后的审查 新闻局不会对公事的节目内容 做任何事前或事后的审查 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 绝对会尊重公事独立自主的这个精神 也会遵守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这个原则 公事基金会今天晚上也召开 临时董监事会紧急商讨对策 公事强调不会放弃继续跟立法院沟通 来争取立法院预算解冻 以及决议的转环 公事新闻综合报道 面对立法院这样的附加决议 30多个社运团体今天下午展开联署 发表社运声明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以及媒体改造学生 联名发表声明提出抗议 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控制公事 这是大开民主道车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 昨天审查公事预算时 通过国民党立委林毅士的提案 并做成主决议 要求公事自明年起的年度经费 计划及预算席目等 要先报请主管机关系问局 同意后才能够动之 现任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中正大学助理教授的管中祥就认为 立法院的决议 违背了马英九总统就职演说时 所强调绝不干预媒体的承诺 我觉得立法院这种做法 是帮政府控制公事开了一扇大门 完全违反了马英九总统 在就职典礼的时候 说这个所谓 维护新闻自由 不控制媒体的这种承诺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开民主倒车 台大新闻研究所副教授洪真理也指出 政府捐助公事的预算都要送立法院审议 国民党的决议等于是把监督预算的责任 又推给了公事的主管机关新闻局 这是很荒谬的做法 在民主国家的公共电视的状况来讲 因为要维持他们的独立性 所以其实从来没有对于公共电视 就是说预算已经经过立法院的 这样国会的同意之后 还需要再由主管机关来逐向的和可 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一个做法 洪真理也担心 未来新闻局的角色将会让外界质疑 政府介入公事的运作 而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及媒体改造学社 今天也联名发表一篇名为 别让林一世伤害公事 马一九总统管管林一世 不要害公事的声明 抗议国民党立委林一世昨天所提出的决议 将让台湾在国际社会蒙羞